前几天 网创智慧库给大家分享了一款 手机端功能非常强大的视频下载器 然后就收到有不少朋友留言 希望能分享一款 可以在电脑端使用的视频下载工具 其实电脑端的视频下载工具 网创智慧库往期就分享过了 可能大家平时都忙 没有时间翻找 这里网创智慧库就把去年分享过的一款 超级好用的电脑端视频下载工具 重新分享一遍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效率上的帮助 分享软件之前先说明一点 软件是安装版 下载安装时很可能会暴读 实际上软件是安全的 没有任何恶意代码 多了也不用解释 如果你对暴读这个事情比较介意 那就直接忽略本次分享就好了 这款电脑端视频下载器 一共包括两大功能 一是视频下载 二是资源搜索 资源搜索功能 可以搜索视频 翻句 有声 漫画 音乐 短视频等各种资源 而且知识批量下载保存 经常找各种素材资源的朋友 可以重视下软件的资源搜索功能 这里就简单略过了 本期咱们主要说一下 软件的视频下载功能 软件知识下载的视频平台很多 足足有60多个 包括抖音 西瓜 快手 B站等 几乎涵盖了所有我们能想到的主流视频平台 同时软件还支持一些音频平台的音频资源下载 比如喜马拉雅 懒人听书 蜻蜓FM和各大音频平台的歌曲下载等 软件的使用方法就非常简单了 只需复制需要下载的音视频网页链接 粘贴到软件的解析框内 选择好需要的视频清晰度 包括4K 8K等多种画质都支持 然后点击解析资源就可以了 解析后的资源标题 会在软件下方展示框中罗列出来 选中资源标题后 鼠标右击 即可看到下载选项 选择资源保存目录后直接下载即可 除了音视频外 软件还支持下载一些平台的会员专属资源 在软件的设置 账户中可以看到软件支持的平台 在这里登陆对应平台的会员账户后 就可以将对应平台的会员专属资源 保存到本地了 前提是 得先有这些平台上的会员账号才行 软件的下载速度和宽带速度相关 没有其他限制 测试一个300多兆的视频 数秒钟即可下载完成 速度可以说是相当快了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 软件安装时会默认勾选 安装一个播放器的推广告组件 这个根据自己需求选择 不需要的话就取消掉前面的对勾 以上就是关于这款 PC端视频下载起的所有相关介绍 需要这款电脑端视频下载工具的朋友 请点赞 评论 转发本期内容后 关注网创智慧库 私信回复关键词 闪斗 获取软件 感觉分享不错 请点赞 评论 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记得关注网创智慧库 本号将持续分享 互联网创业干货 及高效实用的软件工具